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肖战Vlog独家盘点曝光 七七视频播放总量破2亿,顶流巨星身份实锤 近日,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肖战和工作室一直都在更新肖战的旅行Vlog,大家看到了快快乐乐的肖战,自己也都被感染了,紧接着网上就曝光了肖战Vlog的独家盘点,一看吓一跳,七七视频的播放总量突破了2亿,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恰恰实锤了肖战顶流巨星的身份,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全能型艺人,各方面都无可挑剔,非常优秀。 据悉,肖战Vlog独家盘点曝光了,肖战总共发了七七视频,播放总量居然突破了2亿,这就不用说热搜数量,阅读量等这些内容了,简直不要太厉害,顶流巨星的身份继续实锤,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可以取代和阻挡肖战。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配得上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肖战配得上。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纷纷表示多多益善,希望肖战继续更新Vlog,根本看不腻,时时刻刻充满着新鲜感和热爱。 如今的肖战,演艺事业还是红红火火,发展状态更是不可阻挡,新电影《得闲锦致》正在开拍,还是一部大热门。 总之恭喜肖战,更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肖战的大力支持,小飞侠实在是太优秀了,是充满爱的大家庭。 希望肖战在剧组安心拍戏,作为真正的粉丝,大家都会安心等待和肖战更好见面,也期待肖战藏海传和射雕英雄传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期待已久。 顶流巨星,毋庸置疑。 夜内曝光肖战藏海传明年二季度首播。 圣赞剧本很棒,肖战可信。 近日,网上关于肖战的好消息非常多,除了圈粉巴黎奥运会世界冠军邓雅文, 夜内还发文曝光了肖战新剧《藏海传》的播出时间,大概会在明年二季度首播,目前并没有官宣。 值得一提的是,夜内在曝光播出时间的同时,胜赞这部剧的剧本很赞,肖战也是一位可信的实力派演员, 相信强强联合会给观众们带来一部佳作。 据悉,夜内发文曝光肖战新剧《藏海传》会在明年的二季度首播,不仅如此,提到这部剧的时候, 夜内还信誓旦旦称赞这部剧的剧本很棒,是一部大男主全魔爽剧, 后期比前期还要精彩,肖战是不二人选,非常可信。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见多了类似的评价,这也很合理, 毕竟肖战已经为观众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之作。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在翘首以待盼望着早日播出, 目前官方并没有宣布何时播出,因此一切还要以官方发布为准, 等待官宣,好事多磨。 目前的肖战,依然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 代言商务接连不断续约,小飞侠越来越多, 新电影《得闲紧致》也在路上,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 总之祝福肖战,感谢认可,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何正能量偶像, 信任肖战没有错,支持肖战更是不用多说。 希望肖战坚定脚步,再接再厉, 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能够努力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拭目以待即可。 肖战可信,顺顺利利。 肖战两部暴剧入围三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剧组争相拉票,非常热门。 近日,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拉开序幕, 初选名单也公布, 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两部暴剧都入围, 分别是《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都是观众们拍手较好的经典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两部暴剧的剧组也都发文争相拉票, 都是非常热门的大制作, 深得人心,是永恒的经典之作。 据悉,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两部暴剧都成功入围第3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在电视剧领域, 精英奖非常具有含金量, 入围就是对演员和剧组的高度认可。 另外《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两大剧组都争相拉票, 邀请观众们为自己投票, 非常热门, 也都值得一投。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奔走相告为肖战作品投票, 不管是《玉古瑶还是梦中的那片海》, 都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希望朋友们多多投票。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人尽皆知, 娱乐圈里名副其实的正能量偶像, 期待肖战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总之祝福肖战, 也恭喜肖战, 还是那句话, 入围就是对肖战的高度认可, 希望肖战再接再厉, 至于最终荣誉大奖, 顺其自然即可。 如今的肖战, 演艺事业还是红红火火不可阻挡, 新电影《德显紧致》已经开拍, 没有人可以阻挡肖战, 更不可能取代肖战。 肖战顺顺利利。 顶流肖战红透半边天 两部剧入围金英奖, 董事长吉利热推肖战。 近日, 青年演员肖战可以说是捷报频传, 一直都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 轰轰烈烈不可阻挡, 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顶流肖战已经是红透半边天了, 持续很多年了。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主演的《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两部剧都入围了金英奖, 中影集团董事长更是在论坛上 极力热推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不愧是好演员。 据悉, 顶流巨星肖战真可谓是红透半边天, 更重要的是, 肖战火热的发展状态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主演的《玉古瑶和梦中的那片海》 两部剧都相继入为金英奖, 和一众经典作品《同台竞技》, 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演员。 另一边, 中影集团董事长在百花奖开幕论坛上 极力热推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影视剧双开花, 非常火热。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看到肖战这么多年如一日, 依然是人尽皆知的顶流巨星, 依然是观众们心心面面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都非常开心。 如今的肖战, 影响力越来越大, 人格魅力更是让人无法阻挡, 大家都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肖战, 这种场面非常温馨。 总之恭喜肖战, 也祝福肖战, 入为金英奖就已经是 对肖战演技和作品质量的高度认可了, 希望大家都来为肖战投票, 至于能不能一举夺魁, 顺其自然即可。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目前在德贤紧致拍戏, 一切顺利。 红透半边天, 肖战未来可期。 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